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我是小精靈訓練員阿俊 剛剛我升上25級 一共得到的EXP是735000 之前艾莉和大家分享過一次20級的心路歷程 當時一共需要21萬EXP才升到20級 由21至25級,他需要的EXP足足是20級的兩倍 究竟這段時間我做了什麼呢? 之前艾莉都分享過一些心得,就是用Lucky Egg升級 用Lucky Egg最好的地方就是半小時內可以拿到7萬EXP 其實在這裡的幫助是非常大的 除了用Lucky Egg升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過什麼 首先就是我走的路程是有108公里的 這108公里是怎樣走回來的? 其實很多都是坐電車的 有時上班、出街,坐一下電車 又或者這段時間很喜歡和家人去喝茶 特別放假時間 走去喝茶的時候就可以打開Pokemon GO 喝喝茶的時候就要去廁所走到街上 那小精靈圖鑑呢 我開了125個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究竟我捉過什麼 我修復到的小精靈是1837隻 那將185隻小精靈進化了 其中大部分都是波波、綠毛蟲、又或者是獨角蟲 但我就孵化了81隻 我去了3124個Pokemon Stop Pokemon Stop除了你坐車會經過 有時可能3、4個Pokemon Stop 如果我把小精靈貼在一起 還有人殺的櫻花的話 我就會站在那裡一會兒 除了可以補給一下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小精靈可以捉 我自己都蠻喜歡玩小精靈場館的戰鬥 暫時我就贏了54場 那些都有少少EXP可以給大家 那給大家看看我的小精靈圖鑑 我暫時就見過127隻小精靈 捉到的又或者我自己進化出來的 就有125隻 那最難有的就是 奇耳花、噴火龍和水箭龜 因為真的要捉很多才行 我就未足夠數 因為我覺得這幾隻真的比較難遇到 那繼續看下去,鋁超我都未進化 那這裏尼多王,其實都幾常見 但我都還欠少少 因為我在選擇漂亮的才讓它升 那尼多後我是捉回來的 好幸運地捉到 接著下來的狗尾是非常想要的 不過都是還欠少少的 那接著下去,大部份其實我都是自己進化回來的 好幸運地捉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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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昨天星期六晚 我就用五公里彈 敷到立方獸出來 即是所謂的3D龍 這隻獵刀蟲 這隻獵刀蟲就是萬獵蟲的進化版 我是非常幸運 經過一個公園的時候 就不小心遇到它 順便帶了它回來 我看到它的IV值都頗高 有七十幾 還有技能方面都非常強 最後就是大家都非常想要的啟暴龍 不過技能方面我就不太滿 而希望稍後可以找到一隻更強的啟暴龍 另外升到25Lv多了這件東西 Mask Potion 它就可以把小精靈一次過補滿所有的血 這個是非常好用 特別是當你打到場的時候 要連續攻擊就真的要靠它 因為再高Lv少少的時候 我們的小精靈就不止八多HP 可能會有二三百HP 到時候我們就要靠那些 全回復的藥水去幫它們回復 如果你們的小精靈還是低Lv HP低於二百的話就不要浪費了 因為都頗難得到的 現在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快點可以升到上三十Lv 就可以拿到這個復活水晶的進化版 就是全回復的復活水晶 接下來是漫漫長路 因為升到上三十Lv 一共就要有二百萬的經驗值 即是說還有一百三十萬的ESP等著我去儲回 現在我打道館的主力就有啟布龍 鯉魚龍 鳳神犬 背背狼 多腳水霧都頗好用 另外就是大害獸 不要小看它 其實它很好用 另外我還升彈彈 它進化後就是椰樹獸或者椰蛋樹 這個譯名問題 我們不要深究 它的招式我看資料是頗吸引的 除了觸小精靈和進化之外 我都頗勤力敷彈 大家看到我已經用了敷彈器 我剛剛有一個十公里的彈 不知道會敷到什麼出來 希望是好東西 今次我升到25Lv的心路歷程 就到這裏 之後希望可以盡快升到30Lv 這條路都頗難走 如果大家已經升到25或以上Lv 不妨就分享一下心得給我們 看看如何升到快點和舒服點 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